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露娜的死也刺激千女儿疯了 千老师让正在参加露娜葬礼的医生赶快回家 医生进退两难 思来想去还是亲生女儿重要 便给吴女士发了条信息 称公司临时有事 实在抽不出身 而悲痛欲绝的吴女士打算自杀根本没有在意 此时的千女儿已经着魔 放眼看去周围全是露娜的身影 千老师在一旁劝也劝不动 只能干着急 还不小心被划伤手腕 医生终于来了 可她的到来并没有减轻千女儿的痛苦 另一边吴女士状态也不是很好 根本没心思报仇 罗根告诉她一件事 露娜是想拿到艺术节大奖 以此来替吴女士赎罪 可吴女士反而更自责了 罗根提醒吴女士要记住 医生也和露娜的死有关 这句话却让吴女士动摇了 要自杀这个念头 千老师和医生做了个决定 用特殊手段治疗女儿 女儿才19岁 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不能坐以待毙 医生准备给千女儿喂药 药效是清除记忆 虽然有很大的副作用 但总比让女儿继续发疯强 这时顶楼来了位神秘女子 周会长问她是谁 她一转身线上双唇 周会长看见有蝴蝶纹身 原来不是秀脸 是兄妹俩的亲生母亲 不过一提到秀脸 她就有种奇怪的感觉 明明秀脸死了 却总觉得提秀脸的事很不正常 莫非之前死的是蝴蝶 眼前这位才是秀脸 其实这次是周会长叫她回来的 秀脸家还有点鱼粮没榨干 正好趁这次机会 彻底吞并秀脸家的产业 周会长开始给蝴蝶画饼 住在饼流多没意思 她要开发一个新项目 带着蝴蝶住更高更豪华的地方 她手上有千老师的把柄 千老师的女儿杀人了 这可是吞并清雅财团的好机会啊 看周会长对蝴蝶的态度 好像是真爱 竟然敢把自己掌握的东西全盘拖出 开门声引起周会长的注意 兄妹俩回来了 蝴蝶的存在还不能暴露 周会长赶忙带蝴蝶去书房 进入密室后周会长又打开一个密室 原来小小的密室后面居然别有洞天 没有等到医生回来的吴女士 拿上奖杯 去找钢琴老师问她艺术节那天被谁收买了 钢琴老师没有说话 而是用眼神做出回答 吴女士明白罗根没有骗她 她立刻联系罗根索要医生的位置 来到医院一看 疲惫的千老师依偎在医生怀里 吴女士握紧手中的奖杯 吴女士正要进去 却被人硬生生拖走之后 便没有挣扎没意识了 不久后 医生准备回家 千老师劝她留在这里 她女儿杀了吴女士女儿 她有什么脸去面对吴女士 与其照顾吴女士的感受 不如留下来守护亲生女儿 可医生还没坏到那个地步 她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女儿 虽然这么做有点不合适 但她没得选 如果吴女士因为露娜的是自杀 那么她和千老师都得陪葬 千老师追上医生 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让医生留下不光是为了女儿 也是为了她自己 她希望医生能跟她复合 以前的事是她不对她道歉 只要医生肯原谅她 肯给她一次机会 她一定会好好做人 医生甩开千老师的手 让千老师记住一点 她能留到现在 不是因为对千老师有感情 而是因为放不下女儿 千老师让她清醒一点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吴女士早晚会和她翻脸 可医生心意 与觉她爱的人 从来都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吴女士 千老师哭得很无助 所有人都针对她 没有一个人站在她身边 为什么会活成这个样子 医生回到家后 发现吴女士不在 电话也打不通 天亮后 吴女士醒了过来 才知道她在罗根这儿 昨晚阻止她的就是罗根了 陈老师给了她几张照片 千女儿偷偷溜出去 据时拍到估计包里装的是出世当天的礼服 吴女士看到的那件是千老师重新定制的 吴女士还有个疑问 出世当天的警报是谁案的 罗根提醒她也杀过别人的孩子 她到底该怎么做呢 罗根给她指了一条名路 找到兄妹俩的亲生母亲蝴蝶 蝴蝶知道周会长的所有秘密 可蝴蝶却销声匿迹 罗根拿出蝴蝶的照片 吴女士惊了 蝴蝶竟然和秀莲长的一模一样 据罗根了解 蝴蝶两天前从泰国回来 她回来后肯定会找周会长 只要盯紧周会长就能找到蝴蝶 而千女儿也醒了 医生要起了作用 千女儿的记忆停留在参加艺术节前 千老师小心翼翼的说道 艺术节已经结束 露娜得了大奖 千女儿没有疯 反而是因为没得大奖向千老师道歉 千老师继续试探说 露娜已经死了 看女儿露出惊讶的表情 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真是医学奇迹啊 苦难终于熬过去了 千老师赶忙把这个消息告诉医生 而周会长在等千老师回家 她一边说着好想你 一边算计着怎么吞并亲雅财团 千老师哪知道她在打什么主意 虽然心里已经没了她 但表面功夫的做足 周会长提出此次前来的目的 邀请千老师去陪议员夫妇吃饭 而所谓的议员夫妇 就是律师一家 律师突然提出拍照的请求 千老师为了生活被迫营业 律师把照片发到网上 评论区瞬间爆炸 全是骂千老师假唱的 千老师看到后要疯了 怎么总挑她一个人欺负 还有完没完啊 看周会长的表情 就知道这是事她搞的 假唱事件很快就上了新闻 千老师一夜之间跌落神坛 作为未婚夫的周会长也受到牵连 千老师主动向周会长道歉 周会长假惺惺的关心千老师 千老师哪知道所有事 都是眼前人这个人搞的 还把假唱选手是吴女士的事说了出来 周会长差点笑出来 又白送一个把柄 正说着吴女士呢 吴女士的电话就打过来 吴女士约千老师见面 解决一下私人恩怨 这也正活千老师的心意 因为假唱的是 她又怪在吴女士头上了 不过她这次没表现的太强势 一来假装是事实 二来她女儿杀了吴女士女儿 三来当年的她也对吴女士下过死守 亦或是吴女士的嗓子 怎么算她都不占领 目前对千老师而言 最重要的是守护女儿 女儿是她的底线 只要吴女士不揭发她女儿 其他的什么都好商量 不然谁也别想好过 换做以前 千老师肯定死磕到底 可现在可磕不动了 最近一直被针对 她真的身心俱疲了 吴女士不知道哪根筋抽住了 让千老师跪下来说话 对划破她脖子的是道歉 然后求她原谅 承认在许多年前就输给了她 千老师如她所愿 放下自己的尊严 真诚地向她道歉 虽然千老师很可怜 但她之前做的事确实很可恶 现在就看吴氏是要放过 还是杀之而后快了 不久后 陈老师召开记者发布会 就假唱一试向大家道歉 从今天起她退出舞台 得知此事的千女儿差点崩溃 而妹妹在一旁 则一副幸灾恶祸的样子 别人的不幸就是她开心的源泉 回到家后 女儿也开始针对她 嫌弃她假唱丢人 之前还不相信 她毁了吴女士的嗓子 现在信了 自己赢不了吴女士 逼自己的女儿赢过露娜 千老师最后的防线被击溃 继女儿之后 她的精神也出现问题 这样下去她会崩溃的啊 在她最难的时候来陪她的是前夫 她给自己加油打气 只要女儿没事 她什么都可以忍 不过她心里真的很苦 唱歌是她最喜欢的事 结果却跌了这么大的跟头 她真不知道自己以后 还有没有勇气唱歌 看着可怜的千老师 医生也流下心疼的泪水 一日夫妻百日恩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她只能抛弃吴女士 回到千老师身边 周会长在陪完议员一家以后也很开心 距离计划完成又进了一步 高兴不过三秒就有人来添堵了 她看中的那块地被吴女士搞走了 只能想办法讨好吴女士买回那块地 周会长约吴女士七点见面 可吴女士六点就来了 还美其名约称会长让她在书房等着 看样子是来找蝴蝶的 吴女士进书房的时候 就被哥哥看到 哥哥会不会坏事呢 书柜后面的门需要周会长的指纹 罗根之前就把指纹给了吴女士 吴女士顺利进入密室 不久后 周会长回来了 她立刻意识到了不妙 而此时 吴女士正准备打开密室周会长来的书房 没看到吴女士的身影 她从墙上摘下一把刀 然后走进律师 这时吴女士已经来到蝴蝶所在的地方 而周会长则悠闲地打算灭口 吴女士坐电梯来到车库 终于见到了和秀莲一模一样的蝴蝶 而蝴蝶也发现了她这位不速之客 顶楼第七集的故事到这当然就结束了 毫无疑问身为主角肯定死不了 最起码不会这么快就死 前有蝴蝶后有周会长 思来想去只有蝴蝶能帮忙了 那么蝴蝶以什么立场去帮吴女士呢 难道死的其实是蝴蝶 眼前这位是来复仇的秀莲吗 让你猜中开头猜不中结尾 本季最大的悬念已经浮出水面 摔下楼的是露娜 那么备受期待的是 推露娜下楼的那只手 看到这里我们至少还不能下定论 在顶楼里什么都可以发生 毕竟千女儿只是剑剑凶手 虽然恩兴真的总是逃避 但在这个全员恶人的剧情下 会不会还有更大的反转呢 过瘾又带敢狗血又封批 有点期待下一集了